我从来对于我的男神的幻想只限于他是一个偶像 我很少会说很想去结识我的偶像 我觉得偶像都是保持一些距离会好一些 娱乐圈好多明星都很聚会谈自己的婚姻 即便是天王刘德华也是隐瞒了何朱莉倩的婚姻 也许他们有苦衷为了不影响事业上的发展 都把这背后的女人给雪藏了起来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郑中基跟阿萨曾经结过婚 因为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并没有公开 一直都是隐婚的 阿萨蔡卓妍和郑中基两个人身处娱乐圈 如果不是在2010年两个人公开宣布离婚 都没有人想到两个人已经结婚四年了 隐婚四年一直都宣称自己单身 结果以离婚告终 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结婚时过于秘密低调 而离婚时却搞得满城风雨 结婚的消息爆出后 郑中基和阿萨终于同时面对媒体 不仅承认了结婚事实 同时他们的离婚手续也正在办理之中 我想说 你一番 你最后大家 跟着我一个非常地满城 你从我们一起来的 你才有最害怕的很多人都会演 我们都一种 阿萨是香港著名的女明星 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阿萨的组合唱过的歌吧 毕竟阿萨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红了起来 因为在以前娱乐圈那种像他们那样的组合还是非常少的 现在虽然有很多组合 但是基本上也红不起来了 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女子偶像组合的鼻子人物了 而阿萨现在已经30多岁 但却一直没有关于他结婚的消息传出 有很多人以为阿萨一直都还没有结过婚 但其实阿萨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结过婚了 并且跟他结婚的人还是著名的歌手郑中基呢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已经不在一起了 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是私底下进行的 并没有请太多人 但是呢 他们两个也只在一起了三年就不欢而散 阿萨强调不是因为第三者 也不是因为逼婚 我们是和平分开 我跟他以后还是朋友 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空间 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这些回忆呢属于我们两个人 不希望有任何的揣次 让我留一点美好的回忆 在这段感情当中啊 蔡卓妍也很爱得很深 有时候呢 为了郑中基见面 他会藏在郑中基车子的后备箱当中 2006年 两个人在美国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结婚 当时爱得有多深 分开的时候就有多么的伤心 郑中基是香港有名的一位富二代 被人们称为太子爷 是典型的花花公子 婚后呢 两个人因为工作也经常见不到面 2010年的时候 郑中基和杨颖 在拍摄花田喜事的时候传出了绯闻 同年他们就离婚 因此呢 有人就怀疑郑中基离婚是为了养颖 在两个人离婚的发布会上 郑中基面对镜头几度落泪 反而是阿萨安慰他 2017年6月份 阿萨蔡卓妍与百亿麻将馆的太子爷 石横聪 恋情曝光 而蔡卓妍和石横聪的恋情啊 也是很高调 不仅经常公开一同游玩 出席各种活动场合 对于媒体的采访呢 也没有这眼大方的沉热恋情 这段恋情就这么走到了2019年 媒体报道蔡卓妍跟石横聪的感情稳定 两个人已经进入了失婚期啊 婚姻里的事宜已经被提升了议程 本以为这一次蔡卓妍的感情终于有了着落 没想到啊 2020年9月9号 传出了他们分手的消息 唉 在这之前啊 蔡卓妍还曾经对外公布了 自己为了生宝宝 已经做了冻暖 报道称啊 两个人拍拖最初十分的愉快 经常一起甜蜜出游 阿萨也多次被拍到 在男朋友酒农堂的亿万大宅留宿 发展为半同居关系 阿萨呢 还多次上传健身照 所在地点啊 正是石横聪家的健身房 阿萨和石横聪多次被传婚讯 不过都被阿萨方面给否认了 阿萨曾经表示 结婚毕竟不是儿戏 要有充分相处和了解的时间 港媒却透露啊 事实上是石横聪不想过早结婚 因为还没有完够 屡屡被传婚讯 给她的压力很大 石横聪喜欢自由 经常被派到出入夜店 而阿萨呢 却想着尽早安定下来 两个人恋情公开以后 阿萨眼里只有对方 为了迁就男友 还会陪石横聪去夜店 但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 也让石横聪感觉玩得不够尽兴 哎 两个人对感情的要求 相差越来越多 也是导致情变原因之一吧 王金说过 当代男女可能今天分手 明天要复合 但婚恋之事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只希望阿萨能够下一站幸福 好了 以上就是小编带来的 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留言哦